各位朋友大家好 微博的朋友大家好 还有快手的朋友 还有我们家庭教育抖音的朋友 还有新东方云课堂的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呢现在还有几分钟 就要准备开始我们的这个直播了 现在这样就已经可以开始了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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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分钟 好我相信那个 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屏幕背后的 各个平常的所有朋友 大部分应该都是年轻的父母 因为我今天这个题目呢比较有针对性 这个题目叫做 那孩子在十岁之前 养成就是受益一生的好习惯 那么中国有句古话 我小时候这个我这个 我妈老老老老对我说 叫做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叫做就是你三岁的时候呢 你小时候的一些习惯和行为呢 就已经看出端倪了 所谓的七岁看老呢 就是也就是就说孩子到七岁的时候 养成的习惯 有很多习惯 其实就跟他一辈子相关了 而且一旦习惯的养成呢 养成以后呢是很大改变的 因为他习惯的会变成一个无意识 变成无意识以后呢 就会他会指导我们的行为 也会指导我们的思想甚至 所以呢 我这有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好多年前写的 叫做教育是什么 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教育呢就是习惯的培养 凡是好的态度 一个人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 我们学习上有好的方法 都要使他化成习惯 那么只有熟练成了习惯 好的态度呢 才能随时随地的表现出来 就随时随地 你根本就不加思考 因为你任何要思考以后 再去做的行为 这叫思考行为 思考行为可能会带有目的性 带有功利性 也有可能是 因为你在那个场合不得不思考 但是你不加思考的时候 所有的语言行为 神态习惯 那么这个就是 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 这个是无意识习惯 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如果你要成了好的习惯 好的方法 随时随地的应用 好像你出于本能 就是那么就一辈子 也用不尽了 这种好的习惯 那一辈子好的习惯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辈子的 特别好的收获 在某种意义上 所以我有四句话 叫做重复成习惯 因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不断的重复 才能构成习惯 比如说我的习惯 就是早上起来 一起来就一定要把被子 给整理好 如果那个被子乱七八糟 这个堆在床上 我就看了特别难受 那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呢 所以我小时候 就是刚懂事的时候 我母亲就要求 要求我就说 起床以后 自己床上的被子 一定要弄干净 不弄干净是要被打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 这样的话就日复一日的 日复一日的 就养成了我爱收拾自己的房间 爱收拾就是爱干净的 这样一个习惯 你看就是叫做重复成习惯 那我为什么要 要每天早上起来 要把床上的被子 不管有没有阿姨 我都会希望把这个被子 铺得整齐一点 就是因为你养成了习惯 无意识地用了 叫重复 重复千万遍 它就变成了习惯 重复千万遍 变成习惯以后 第二个习惯就变成了 我们的自然 所谓自然引发的 这样一个东西 很多人都问我说 于老师你还是很勤奋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勤奋的 你是故意要这么勤奋的 还是下定的决心要勤奋的 还是艰苦奋斗的 要勤奋的 还是因为心中有什么样的理念 你才会勤奋的 其实我的勤奋是自然现象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从小到大 在农村长大 在农村你是一点都不能偷懒的 偷懒的话 会被父母拿着棍子 追着买村庄的跑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做什么事情 都想手脚就会特别快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意味着 你慢慢就养成了 一个勤奋的习惯 现在比如说 你要是让我每天不干事情 或者说是让我 每天早上睡个懒觉 我就是睡不着 他倒不是因为 我现在年纪大了 睡不着 刚才有人说 老师年纪老了 我本来就老了 快60了 对吧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每天晚上12点睡觉 差不多 完了第二天早上6点半到7点 肯定就起来了 是吧 他养成的是一个 就是习惯 他变成了一个自然 你变成了一个自然行为 就是说你不加思考 他就变成了你那个 那一个很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状态 相当于是 那么 第三句呢 叫做自然呢 他就变成了你的个性 你习惯成自然 自然就慢慢就变成你个性一部分 比如说 你习惯于 就是说慢慢的 就是让自己 就是说 以积极的 这个正面的这种心态 去迎接你生活中 生命中所困到的困难 挫折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么你就很自然的 就会做出一个反应 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 是积极的反应 还是消极的反应 你是抱怨的反应 还是解决问题的反应 你是 这个失败以后 奋起直追的反应 还是说你是 倒过来 就是 就是 就遇到什么困难 你就放弃了这样的反应 这个实际上就体现你的个性 所以 当我们一生养成了一个积极的阳光的 正能量的 这样的个性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 就说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很自然的去 可不可难 这样变成了你的一个个性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 我们人常常讲命运 所以我的第四句话 就叫做什么 叫做个性成命运 我们常常说命运 命运怎么来的 就是命运分成两个 一个是命 一个是运 命的一部分是有天生的 比如说 我们每个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染色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基因染色体 有的时候会天然的决定 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前度 也会天然的决定 我们的寿命的长短 有的时候 但是这只是一部分 它并不能全部决定 只要我们活了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开始能够自我执掌自己的个性的时候 那么我们很多东西就是靠自己来的 比如说 通过自己的体育锻炼 通过自己的影响习惯 我们肯定要延长自己的寿命 通过自己的主动的动脑思考 主动的学习 我们肯定能提升我们的智力 是吧 所以呢 运的方面 就是如果把命变成一部分 变成天生的话 那么运这件事情 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主动的行为 来改变自己的运 本身就是动了 是吧 运动运动不叫动 动是怎么来的 你人才会动 你人产生了动 往任何一个方向动 它就会改变你这个方向的命运 所以你往积极的方向动 你的生命就可能是积极的 那你往消极的方向动 那么你的生命呢 就可能是消极的 这样的话 你想你的个性就决定了你的命运 对不对 所以四句话 叫做重复成习惯 我们任何好的习惯都要不断重复 不断重复 那么最后呢 习惯呢 就变成了自然 变成了你的自然行为 那自然呢 最后呢 变成个性 到你的个性是积极的阳光的 勇敢的个性的时候 那么你的个性就变成你的命运 是吧 如果你的消极悲观的个性 那么也变成你的命运 所以命运不是天生的 好 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四句话以后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今天要讲小孩的习惯 因为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习惯 都是小时候养成的 但在讲习惯以前 我还要插一个话题 这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父母 因为我们孩子们是跟着父母长大的 所以如果是我们父母没有好习惯 那么孩子的好习惯从什么地方来呢 是吧 因为对于孩子来说 从小到小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跟着父母走啊 是吧 父母做什么 让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父母怎么做的 我就照着模样怎么做 所以在之前我就要想就是 如果我们要想自己 让孩子养成一个一辈子 能够成功的好习惯的话 而且说孩子养成好习惯 跟父母的文化水平没有关系啊 你不要说 哎呀 我就是高中毕业生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养成我的孩子的好习惯 那这个是不对的 比如说我的父母是不能治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文盲家庭的出生的孩子 那后来我为什么能够考上北京大学呢 那我的父母在这个好习惯中间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呢 等会我会讲一讲啊 好 那么再次之前就说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说啊 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准备 这些父母啊 那这个基本准备的我讲了母亲的三大优秀特征 和父亲的三大优秀特征啊 那么通过这个再来就是再来进入孩子们 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的习惯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角度 母亲的三大特征 第一个我觉得作为母亲 作为一个妇女啊 作为一个妈妈 就是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要有一个心平气和的对待 所遇到的事情的这样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丈夫最怕的什么 这个老婆不讲道理 这个老婆突然就发飙 突然就发脾气 而且这个发飙发脾气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当然我们永许一定程度上的没有理由 因为毕竟是女人更加直觉性的这个思维嘛 但是呢 如果说啊 这个男的每次见到自己的女人 多提心吊带 不知道下一步他会怎么发飙的话 你想这个男的心里会会会多难受 多么的没有把握 对吧 那大家尤其是当母亲对孩子的时候 是吧 如果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法 判断这个母亲 他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母亲是什么样的态度 说错了事情什么态度 说对的事情什么态度 这个母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 或者是心情不平和的 或者说话非常伤人的 这样的这种这种 这个这个母亲的话 到最后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 这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 孩子天天要去传摸 这个母亲会对他做得行 做什么样的反应 为了孩子为了迎合母亲的 比如说暴躁的脾气 或者说是不靠谱的说话 这个孩子要不就会变得胆怯 要不就是变得自卑 要不就是变得这个 这是也是同样的脾气暴躁 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母亲作为一个母亲 你的心平气和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遇到事情 不暴躁不急躁的 说话能够这个非常讲道理 而不是说没有厘头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对于孩子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个妈妈的 那妈妈的第二个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要有一个整齐干净 勤快的生活习惯 就是整齐干净 不是说把自己打扮好 不是天天自己喷香水 完了以后这个擦口红 让自己一张脸挪得很漂亮 而是说把家里能够收拾的 比较整齐 比较干净 而且做事情也比较勤快 比如说尽管家里有的时候有保姆 但是不能因为什么事情 都要跟保姆做 也要给孩子做榜样 在家里面能够就是把家里收拾的 干干净 你这样的这个习惯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面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母亲 本身是非常勤奋 干净 这个勤快的 但是我们却不让孩子做任何事情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就是 让这个孩子享受我们勤奋 干净所带来的这个成果 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种妈妈 这个世界上 这种妈妈就是什么 就是她把她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完了 从小到大不让孩子做任何事情 那这个时候最后养成的孩子什么 依赖的习惯 蓝色的习惯 或者不动手的习惯 那么这个习惯对孩子来说是一辈子遗憾无穷的 所以等会我们也会讲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说的母亲要就是整洁干净 勤快 不过是要自己把家务弄好 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也学会整洁干净 勤快的这样的习惯 好 那么除了这个以后呢 第三个母亲要做到的就是说 要拥有这个阅读学习的这样的这个爱好 而知道就是一个母亲 如果从小在孩子面前总是在读书 总是在学习的话 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力是超大的 这种影响力可以说是对孩子是一辈子的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一个妈妈是从来不读书的 也不带孩子读书 而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喜欢读书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如果一个孩子不喜欢读书 不喜欢学习的话 他未来成长的空间和成长的可能性 也是会被压缩掉的 是吧 尽管我们常常有的说 那有怎么到现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家 本来就不读书的 有有一些中国的老一代企业家 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就没有读书的 但是大家在现在起到新一代企业家 互联网出来的新一代创业家 和现代的创业人士 有多少不是大学毕业的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呢 知识喜欢读书就变成了这个未来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是喜欢读书要发自内心的喜欢 不是说被迫我不得不上学 我不得不去读高中 我不得不参加高考 我不得不上大学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说我从新地理我喜欢读书 那这个习惯从什么地方养成了呢 从小养成了 从小养成是被鲜养成了的 80%的可能性是被妈妈养成的 当然这里面不是说爸爸不重要 好 我刚才讲了这个三点 就是妈妈要预食性病契合 妈妈要整齐勤快 妈妈要喜欢读书 那这三点呢 不是说爸爸不要有 爸爸也要有 一个爸爸很邋遢 当然也不好 那么一个爸爸如果说脾气暴躁 更加的不好 是吧 更加不想男人 因为我觉得脾气暴躁 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 就打人的男人 他就不是男人 是吧 一个男人是什么 欲识沉着厚重 临危不惧 是吧 这个大才叫尊重的男人 是吧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读书 那男的女的都读啊 对不对 那对于我来说 我在家里我的读书是最多的 这个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 我家里有最近一万本书 我的两个孩子完全是在进入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的前提下 这个长大的 所以他们不读书也得读 喜欢读书也得读 所以我的两个孩子整体来说还算喜欢读书 没有我这么crazy 就是这么疯狂喜欢读书 但他们还算喜欢读书 喜欢读书 他们就就喜欢学习啊 就相对来学习好啊 所以呢 就是这个我的两个孩子 现在进入的大学 都还算是不错的大学 当然我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 是美国长城的大学毕业的 所以这个跟读书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但是父亲除了刚才说的母亲三点以外 其实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三点对于父亲那是很重要的 因为父亲体验的是给孩子做榜样的个性 面对世界的个性 这是父亲要做的榜样 那面对世界的个性呢 我觉得父亲有三条 第一是正直开朗勇于担当的个性 就是如果一个一个一个父亲 是非常正直开朗勇于担当 那种男子还起出来的话 不管对女孩对男孩都是有作用的 大家都要讲到说 那女孩要这种东西干什么呢 很重要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一个有的男孩子区区的女孩 在未来更加容易取得成功 她倒不定要变成女性了 但这个女孩更加开放 更加奔放 是不是 这种女孩更加容易被人喜欢 是吧 所以呢 如果女孩子能够跟父亲在一起 待的时间多一点 毕竟这个父亲又本身就是有的 开朗的 奔放的 敢于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个性的话 那么对孩子来说 毫不疑问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成长中间的模样 除了这个以外 第二个父亲还有第二个特点 就是善于探索钻研的精神 就是说 作为父亲来说 就是说 那谁带着孩子们去做科学实验 谁带着孩子们去到农田里面去认识各种植物 谁带着孩子们到大自然中间去探索 大自然的奥秘 谁带着孩子们去做一些危险的运动 比如说包括奔吉 包括坐高山车 也包括拍盐 或者是爬山 谁带着去带呢 当然是父亲了 因为这个时候母亲是做不了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儿子从一个矮矮的台阶上 三岁都往下步 他妈妈都会立刻就说 我停下来停下来 不要往下步 而我什么 我会把他抱到一个更高的台阶上 告诉他 你先往下步 是吧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是父亲要来做的 第三个 第三个父亲要显示的是一种什么 一个不断追求理想的这样的勇气 就父亲实际上是在孩子面前展示 母亲展示的是日常的温馨 对于孩子来说 母亲展示日常的温馨 但是父亲展示什么 父亲展示的是面向未来的勇气 面向未来的追求 一个男人在家里 要把这个家带到哪里去 要把孩子这辈子的方向往哪儿走 毫不疑问 这个对于这个 父亲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对于父亲来说 是必须完成的 就是让孩子心中永远充满对未来的追求 永远面对未来的某个目标 他有勇气去追求 这是父亲要做的 好 父亲和母亲加起来 把这个父母这些特征做好以后 我觉得孩子的好习惯就回来 为什么 因为你父母作为榜样在那儿 作为榜样的话 孩子就一定会跟着你走 当然父母在一起要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一起如何一起来 这个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个如何能够就是说 对孩子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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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啊 错误啊 个性啊 进行一起的纠正 这个东西是要大家一起完成的 有的时候大家会不一直不一直呢 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夫妻 能不能在一起达成一致啊 这个也很重要 比如说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儿子在这个这个13岁的时候吧 他个12岁多吧 这个当时他就是我儿子比较比较窄 在家里在家里打游戏 组装这个3D打印机 呃 完了以后呢 不太喜欢体育活动 呃 他唯一的体育活动喜欢的就是打网球啊 我问他就为什么喜欢打网球呢 因为他说那个人离我远一点 啊 我后来才发现 他不太愿意跟男孩子们去发生身体上的这个碰断和冲击 那我想这个对于男孩子来说绝对是一个短板 这个短板是不能有的 或者的话他长大以后 他会遇到任何就是冲击性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任何就是说 要要互相这个抗争 抗争的 或者是冲突的这样的矛盾 他就会回避掉 他就不愿意去解决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必须从他害怕肢体上的碰撞来开始解决 那我就想他必须要参加一个体育运动 那这个体育运动必须是什么呢 必须是要能够让他身体产生碰撞的运动 所以我想来想去 拼板就肯定不行 羽毛就肯定不行 网球也不行 那下棋就更加不行了 因为那个就更加窄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他必须要不去 需要打来需要不踢足球 而踢足球对于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太大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长到一米七几了 我觉得个子会慢慢的至少长到一米八几 今天我的儿子已经是一米八三八五了吧 完了以后呢 我就说 你去打篮球 他就说我不去 他妈妈也站出来说 不要孩子自己不想干的事 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干 对吧 他就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了 我说这个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那个个性上的东西 如果说对他的未来的人生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话 那么这个个性是父母亲是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给他至少进行部分的纠正 我说我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要孩子去变成篮球队员 但是呢 我希望他通过打篮球这件事情来纠正过来 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不愿意跟人肢体发生碰撞的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我就特别坚持 当然我在我家里还是有点威望的 所以最后呢 就是尽管也有争执 也有争吵层次 但是呢 最后呢 就是我家人同意 我让儿子去打篮球 我儿子不愿意 但是呢 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呢 毕竟孩子还没有到他那个反抗的年龄 而且呢 我在我家里呢 还是比较有威望 所以呢 还是最后被我束缚了 所以给他请了篮球教练 是吧 第一年的时候就跟着篮球教练 反复的连各种基本动作等等 而第二年就加入了学校的基础篮球队 当然实际上是一个替补队员 是吧 打主场 打中场 这个队他来说都很难了 但是呢 他毕竟跟朋友们在一起 就可以开始玩篮球了 而且呢 也开始 不太对肢体的冲撞那么的恐怖了 到了第三年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这个学校的 中级篮球队的队员 他的学校分成了三级篮球队 他当然没有到达最顶级 就是这个 叫做这个专业篮球队 但是呢 小老子因为打篮球 身体发育的特别的健壮 因为打篮球 教了一批篮球队的好朋友 因为打篮球呢 也不怕身体再轻壮了 因为打篮球 身体变得更加的灵活 今天下午还是跟他在一起玩了 这个半个小时篮球 是吧 打得非常的漂亮 是吧 这个就是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解决了他身上 我要解决的一个 克服的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 不愿意跟人碰撞 不愿意跟人发生肢体上的冲突 这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害怕就没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把我的孩子 就是从一个 本来这个是一个 区点的位置上 把他纠正到了一个 就是正常的位置上吧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并不想他变成篮球队员 但是呢 他通过打篮球 交了一批好朋友 他到这么多 还跟这个高中的 他的篮球队员 一起去酒吧 喝喝酒 聊聊天啊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 一种状态 所以父母培养孩子的 这个特性是这样的 就孩子身上有优点 你必须全力以赴的把这个优点 帮他弄好 而孩子身上有缺点的话 你必须想办法通过适当的手段 把孩子的这个这个这个缺点呢 给他纠正过来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人生中间是这样 一个人人生有长板 长板就是他人生的特长 那么这个长板 一定要我们父母去鼓励这个长板 尽可能加上发展 因为这个长板有可能 他未来是他人生的这个 这个突破口 但是呢 这个人生呢 也有可能呢 这个会有短板 那么这个短板 如果说不是那么的短 是吧 比如说一个人就说 脾气比较的温和 那这个短板并不是 并不是 并不一定是短板 我们不一定要去纠正 非要让他变得脾气很着急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短板变成了 我们觉得他是生命中间 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短板 要给他补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不补上来的话 他这个 我们常常说 人生是一桶水啊 那他这一桶水 如果说你不补上来的话 到最后的结果 他一桶水都流光了 那个短板导致 他的长板 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去发挥的话 那对于我们来说 那是不是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啊 所以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 就是让孩子这个 短板弥补掉 长板又能进一步的发挥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好 讲了这么多以后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 孩子在承担过程中 哪些习惯会是特别重要的 我今天呢 总要讲八个习惯 比较快的速度 因为今天咱们的直播 就一个小时啊 已经快二十分钟过去了 是吧 这八个习惯是什么的 孩子的教养的习惯 孩子的阅读的习惯 孩子的日常生活的习惯 孩子的交流的习惯 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习惯 孩子克服困难的习惯 孩子来大自然的习惯 孩子建立人生目标 和理想的习惯 我觉得这八个习惯 如果做好了以后 那么我们的孩子们 在某种意义上 就会 就会这个 就是 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会离成功 靠得更加的近 好 那我们先来讲 第一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第一个习惯 就是教养的习惯 所谓的教养 是什么概念呢 教养呢 实际上就是孩子 这个如果英语讲 叫good manner 就是长大以后 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孩子 一个就是 就是 不用父母操心的孩子 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教养是怎么开始的 教养首先是 父母榜样 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中国有句话 叫做 有其父 有其子 有其母 有其女 倒过来说 有其父母 就有其子女 父母是怎么样的 子女就会怎么样 前两天 这个我在看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一个民国时期的老人的 这个回忆录 书的名字叫绿书子 他呢 这个这个老人的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在大家庭里面 这个他的爸爸 娶了这个四房老婆 在旧社会永学 那第一房老婆 大太太呢 是一个特别埋不将领的 这个这个这个大太太 生了两个女儿 结果呢 这两个女儿也变得无比的埋不将领 各种埋不将领的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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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但是呢 这个这个这个老太太的妈妈 呃 就是一个非常懂道理的 非常懂礼貌的 非常热心帮助别人的 是吧 呃 也还还知数达理的 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母亲 那这个母亲就在作为这个这个 在家里作为一个小老婆 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情况下 包括他的女儿 其实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情况下 尽管这个 他的爸爸是一个很大的书法家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古代的男人通常孩子们抚养的时候 呃 尤其对女孩不是那么上心的嘛 那么 就 就这个这个这个妈妈带的这个女孩 就是各种懂礼貌 各种对人的这种教养的培养 完了带着孩子读书诗字 啊 结果呢 这个孩子慢慢就出路成了一个 特别有出息的孩子 啊 自己最后在民国的时候 自己 呃 小学没上 因为妈妈教的 完了是地上初中 初中完了去搞高中 最后进入护理学校 最后又通过了 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个这个 呃 中国的高考 上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叫中正医学院 最后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医生 解放在医院一直当院长 最后到了90多次 都写了这个回忆录 而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 父母情侣对孩子的影响 他就可以说 他的这个大妈妈 就是这个大老婆生的两个 两个两个女儿 就是完全是一个不讲道理 不懂道理的 像扑妇一样的人物 那同样的父亲生出来的 但是因为不同的母亲 啊 最后就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当然我不是说父亲不重要 而在现代社会中间 一夫一妻子的情况下 父亲是无比重要的 但是父母的榜样 其实给孩子是带来一个重要的结果的 呃 那么呃 也就是 呃 我我我刚才讲到了 就是呃 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来说一下我的父母 就是说 比如说我身上的一些好的 这个教养的东西 其实就是从小农村养养出来的 是吧 比如说举个姐来一直吧 都知道农村吃饭的时候 就是不能跟父母抢着饭吃 是吧 这个这个吃饭的时候 嘴巴不能叽巴叽巴的响 是吧 家里来了客人的话 小孩子不能上桌 是吧 呃 完了这个这个家里要老人来的话 你必须给老人先端坐端茶 是吧 呃 这个等等等等 过年的时候 过节的时候 家家户老人要去问候 像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 就变成了你的一种礼貌 那我母亲教育我的 就第二个叫对人家要善良 所谓的远亲不如近邻 而家家户有困难的 就要去帮助 我母亲帮着 我就会跟他去 是吧 谁家去迷的端点迷过去 谁家去菜了端点菜过去 呃 那么这样的话 就就养成了一个这样的 好的习惯 是吧 呃 所以呢 这个父母带来的教养 对孩子是有影响的 到现在为止 我的个性的 还有非常乐于做人的 一面 其实就是来自我父母的 这个带来的 这个榜样的结果 我母亲是 一个特别热心的女人 呃 村里面谁有困难 她的回去帮 我父亲呢 也是一个热心的男人 呃 他是个木工 呃 他帮人干活的时候 如果是穷人家里的话 从来不收钱 而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对我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我觉得做人要好 呃 做人好 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当时我们家在当地 当地还是比较 比较热闹 也比较有威望的一个家庭 呃 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 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父母 对人好 所以倒过来 人家就会呃 对对对我们好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呃 那么同时呢 孩子的教养也是 父母要求的结果 呃 我们从前要规范 孩子的教养行为 呃 培养孩子的规矩意识 呃 所谓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 呃 我读过这样一句话 叫一个在没有规矩的方串中 你孩子长大的孩子 即使在父母的保护之上 他上了很好的大学 但是一旦他进了大学 他就会处处受挫折 尤其未来工作以后 他会受到更大的挫折 原因是因为他如果不懂规矩的话 没有方圆的话 那么他就会一定处处碰壁 处处碰壁就意味着什么 被别人呃 不断的就是被打击啊 因为到了社会上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守规矩 不懂规矩的话 就一定会被凑度打击 那么这个打击 他的心理相当上 会变得非常大 所以呢 他这个这个文章说 说到最后就说 如果说啊 这个这个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有些人到了社会大学 也变得了抑郁症啊 得了狂躁症啊 或者说是 最后甚至是这个自杀的 这样的孩子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从小就是父母 没有培养孩子的规矩意识 以至于到了社会上 因为处处碰壁 最后导致这个心理失衡 或者说是 甚至心理失常 所带来的严重的恶果 所以这个就表明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我们要这个 让孩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叫做这个 未来要就是 在社会中一番丰盛的话 从小的教养意识 就变得重要 那在教养中间 我记得有几点 特别重要 第一个 首先我们的孩子 学会的是要对人的 并并有理 这个古代的 这个子不教父子不 指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并并有理 比如说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遇到了以后 就礼貌啊 这个打招呼啊 包括说你好啊 再见啊 打扰啊 对不起啊 等等这样的 这个口头语啊 就是在心目中间 在路上走的时候 要先想着别人啊 先给别人让路啊 等等啊 这个东西就特别的重要 就是不要看 这些小细节 这小细节 决定了这个人 也就决定 你的孩子长大以后 是会不会受到 别人的欢迎 那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要学会 孩子在公共场合的礼貌 比如在公共场合 不能大吵大闹啊 不能乱认东西啊 而且要讲我们很多父母 自己都乱认东西 那么对孩子来说 养成这个乱认东西的 大吵大闹的 就是说在公共场合 不增生公共秩序的 这样的习惯 而长大以后 孩子他也会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乱穿马路 是吧 甚至跨拉杆 是吧 最后出交通事故 等等这样的这种 这种公共场合的规矩 和公共场合的行为 如果不守的话 父母不出错广量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么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和同龄朋友在一起 当孩子和同龄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孩子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拼命的 跟同龄孩子抢东西啊 就是欺负同龄孩子啊 还是说是 并并有理的 就是跟同龄孩子在一起 就是能够礼貌啊 能够能够礼让啊 能够很大方啊 自己的玩具 自己的东西 要一个别的孩子们分享啊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些东西 就是说实际上 他从小跟自己的小朋友们 在一起玩的时候的状态 也决定了他长大以后 跟他的合作伙伴 和他的这个未来的同事 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常常有人问 我说于老师 你是怎么养成了 这样的一个就是 和新东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合伙人 大家都看过 中国合伙人是吧 和新东方的合伙人 一起共同 这个来这个这个这个 分享新东方的发展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也是 从小养成的 比如说从小 这个我 我在农村的时候 我上海的阿姨 就是娃娃娃娃的姐姐吧 亲阿姨啊 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就可以给我弄两三斤 水果糖下来 这个对于农村孩子来说 那是一个无比的 这个珍贵的礼物 那这个水果糖 一般来说 对于一般的小孩来说 他会怎样的 他会自己留在家里 就是一点点自己吃掉 而当时我母亲就要求 我就说这个糖 要分给村上的小朋友吃 刚开始我还有点不愿意 但是后来发现 你分给小朋友吃了以后 小朋友就跟你玩得很好 是吧 平时如果说 你被别的人欺负以后 小朋友以后来一起帮你 然后我就发现了 这个把糖果分享 这个给其他小朋友的好处 后来我还学会了 不是一次分完 是吧 每次都给几课 这样的给的时间 从一天两天 变成了一个月两个月 然后更多的小朋友 愿意跟我玩 所以你还跟同样小朋友 一起学会 把自己好东西 分享给小朋友 不那么小气等等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从小我就对我两个孩子 就这么教育的 刚开始的小朋友 都是顾着自己东西的 比如说两三岁的时候 有别的小朋友来玩 都是把自己的东西 拿着 就是不愿意 不愿意给别的小朋友玩 那我就会教育 这个两个孩子 告诉他们 你必须让小朋友玩 那我两个孩子后来都养成了 把自己的好东西 跟小朋友分享的 这样的这个习惯 是吧 包括现在 这个我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他们有的时候 跟朋友出去吃饭 我就跟他们说 不管不管就是西方 这个习惯是怎样的 因为他们在西方 长过一段时间 学会了A字 就大家一起出版 每人说A字 我说只要是不是一个 过量的这样的一个花费的话 那么你就是 在A字的同时 就是说一个月到两个月 有那么一两次吧 就说请朋友同学吃饭的时候 那么你 你就 你就要这个 这个学会 付一次钱 是吧 这咱们中国人的喜欢和礼貌 就是你说 这顿牌就由我来了 是吧 另外你都付了一笔钱 但是呢 只要不要养成 就说你 你傻乎乎的 老是被别人敲诈 这个喜欢 这也不好 是吧 那么只要你是 主动的 自愿的 是吧 去就是为这个饭费 付一两个饭费 他又能养成你 一种个性的大方 一种好爽 甚至慢慢慢慢能建立你自己的这种领导力的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记得这个也是也是特别好的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一定要养成小孩子 从小养成孩子吃饭不挑食的这样的习惯 而这个小习惯 大家看的就是觉得好像 是不怎么样的是吧 但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因为孩子挑不挑食 对父母来说 特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孩子挑食的话 父母就会不得不变得法子去满足孩子吃饭的愿望 因为父母本身不愿意孩子挨饿 但是由于你本身不愿意孩子挨饿 你孩子又挑食 你又不断的想办法就是去弄孩子喜欢吃的食品来 孩子慢慢就会养成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说我要什么父母都能给我想办法 只要我坚持 父母就会妥协和让步 这是严重的错误 所以如果孩子有挑食习惯的话 一个办法就是治他 那大家马上就会说 那我怎么治他 治他很好办 就说专门让他吃日常吃的饭菜 如果不吃的话就饿着肚子 甚至有的时候为了治他 可以专门做他不太喜欢吃的饭菜 让他学会吃为止 不吃就饿着 千万不要不吃了以后 就让他吃零嘴 给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 这种东西一来 孩子一辈子的问题就会出现 就是一辈子都会挑 是吧 他养成了挑食的习惯 我小时候挑饭吃 完了父母都让步 然后长大了 挑任何别的东西 父母也都让步 而父母养成了让步的习惯 从挑饭开始让步 就让不到别的东西 只有孩子得逞进尺 一旦孩子养成得逞进尺的习惯 就会很麻烦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小事情中间 看出大问题 大家要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 从小学会去帮助别人 是吧 让孩子做一个懂事的 受能欢迎的人 还有有人说 小时候小孩子 能帮助别人什么呀 能啊 对吧 很多可以帮的 就是这个 比如说同学之间的帮忙 是吧 在学会热爱劳动 是吧 这个在学校里面 多扫扫地 是吧 都打扫打扫卫生 我小时候在小学到中学 一直打扫卫生 在教室里打扫的最多 但是也养成了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勤奋的习惯 对不对 帮助别人 帮助就是 比如说需要帮助的邻居啊 老太太啊 就是父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要带上孩子 让孩子感觉到 帮助别人是一件 特别美好的事情 这个东西 我觉得长大 也特别重要 我觉得人一生 最受惠的 一个人品和本领 就是善良和帮人 如果你有着善良的习惯 并且呢 能够帮助别人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么你到最后 你就会 特别的受其他人的欢迎 那你遇到事情 要人帮忙的时候 别人一定会出手相报 那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自己做事业的成功 实际上是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习惯 叫做教养的习惯 就是教养从小事情看出来 并且呢 让他慢慢变成一个 就是说个人的 就是说良好教养 让他走出去 变成一个受人欢迎的人 变成一个懂事的人 变成一个礼貌的人 变成一个很出色的人 变成一个病病有理的人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再来看 紧接着下一个习惯 叫做什么呢 叫做阅读的习惯 阅读的习惯 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曾经有一个研究 是这么表明的 说都不说阅读 说儿童啊 未来的学业的成就 就在学习上的成就 跟家长的学历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跟你有没有上过大学 是没关系的 但是呢 他家庭的常书的数量 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个研究表明什么呢 叫做家里如果常书 超过了500本 这个孩子的一辈子的学习时长 比同龄人会增加四年左右 那稍微想四年是什么概念 四年就意味着读完大学 是吧 如果大家读完大学了 四年意味着什么 这个孩子能多到研究成功 不实现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孩子 只要家里有数 有500本数放的 当然500本数 其实不是个难事了 就是说 那么孩子的读书习惯 就会更容易养成 一旦容易养成 他的学业就更容易成功 学业就会更加高 更高 在社会上就会更加容易 学的成功 讲到读书 我先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就是说 我父母 不认字 但是我后来很喜欢读书 那是怎么来的呢 来自于我母亲的一个想法 我母亲的一辈子 在农村啊 但是觉得自己太苦 他的眼光所及呢 不苦的人只有一种人 就是当老师的人 因为他看到我们村庄上的 那个小学老师 尽管也是农民 但是呢 却不用干农活 而且呢 还受整个村庄上的 老百姓的这种尊敬 老师从村庄上走过的时候 这个 全体老百姓都要载起来 哪个老百姓家里 做了好吃的 只要孩子还在上学 都会这个老师端一碗过去 我母亲就看上了这个老师 说你长大以后 什么也别当 反正我们这辈子呢 只能当农民 因为当初四人帮时期啊 还不可能有上大学这个想法 当初中国大学 很多都解散了 是吧 后来出了工农兵大学 工农兵大学以后 到了七八年的时候 才开始全国大学同考 才有了真正的大学生嘛 那么 所以我母亲给我定的目标 就是长大了 你要当个先生 先生就当老师的意思 那么为了这个目标呢 我母亲从小给我只买书 在我母亲的隶属能界范围之内 买的就是那种小人书 莲花卖花 什么的东西 是吧 那么 我当时四五岁开始 就开始翻小人书 不认字 好就好在 我有个姐姐比我大五岁 她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 所以她认了不少字 她认了不少 她就读 读完我就跟我姐姐学认字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居然我在还没有上小学的情况下 已经认识了好几百个中文字 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 自己就能够连换漫画了 是吧 等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认得就更多了 因为有老师了 我不认识子可以去问老师 所以等到小学二年级 我已经能够读 减版本的水浒传了 等到小学三年级 水浒传的原版本 我都已经可以读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养成了一个 喜欢读书的习惯 在那个时候 当时从小学到高中 我是我们那个公社 那一代 读书最多的孩子 是吧 把文化大革命 所说的各种小说 三太红玉洞 金光大道 等等 就全部给读了 当时我想要 当时我又有四点名著的话 我的文化水平 就比现在还要高了 非常可惜 到高中之前的 所有的岁月 都读了那些 文化大革命能企业书上面去 但即使这样的话 也给我奠定了 一定的读书的基础 和文字的基础 以至于我到了大学以后 就开始拼命的读书 是吧 到了大学以后 每年读 读这个一而百本书的 这个速度 再往前走 而到今天为止 我也喜欢读书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读书 对我来说 并没有 并没有对我带来坏数 是吧 后来我上了北大 后来我招了北大的老师 后来我做了新东方 那么做到今天为止 我还在读书 是吧 大家只要看我的老鱼闲话 只要看我的公众话 老鱼闲话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的老鱼闲话中间 每天都会提到我读的书 每天都会跟大家分享 我的读书笔记和新的 是吧 他也没有耽误我 这个发展新东话 所以你看 阅读这个习惯的养成 是多么的重要 好 所以根据我刚才讲的 我自己的故事 大概要做几个总结 第一个总结就是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玩具 我们要不给孩子买玩具 当然要 现在孩子动手能力 也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时间 还是给孩子买书 是吧 从汇本开始 就是开始一直 到孩子能够读里读书 让孩子养成 每天都要读一点书的习惯 这件事情是无比重要的 好 那怎么样 孩子动手习惯呢 首先第一个 我是父母要有读书的习惯 这个跟我 当时我父母不一样 我父母是不认字的 所以他只能要求我读书 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 父母是认字 难道我们父母 就要自己要读书的习惯 我们自己要读书 就给孩子做了榜样 每天比如说 有那么半个小时候的一个小时 不能看手机 不能看电视 就是拿着一本书在那读的 只要把手机电视 关上父母也在读书 孩子能一小时读书 非常认真的 我来给他讲一个小故事 我儿子四岁的时候 我又向他读书 是吧 然后他读那个绘本书 那个时候 他已经认了一件字了 完了以后 我就在那儿 用电脑工作 对于一个四岁孩子来说 他不了解用电脑工作 到底是什么概念 他以为我用电脑 在玩游戏 在玩 他就没有定心读书 是吧 他说爸爸你在玩 为什么我要读书 好 我才发现 这个孩子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把电脑关掉 我自己拿了一本书在读 结果我发现 整整半个小时 我因为拿着一本书 在那儿认真的读 我的孩子也说 拿着他的书 在编上认真的读 因为他知道 我在读书 他也在读书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 孩子是跟父母 作为榜样 来发展的 所以这样的话 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读书习惯 对孩子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且这个影响 如果你从小对孩子做榜样的话 他是从一辈子养成的 而现在这个 我女儿大概一年能读五十本书左右 这个是因为他从小看到我 每天一本书 一本书都往后读 这样的感觉 也养成一种不读书 感觉到很愧疚 这样的感觉 养成的习惯 是吧 好 那对于我们父母来说 如果孩子从小不认字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说因为孩子从两岁开始 就已经听懂我们父母讲的 大部分的话了 已经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孩子不认字的时候 我们先给孩子读书 是吧 最好亲自读 不行的话 用软件去读也行 就读孩子听得懂的故事书 绘本啊 小故事啊 这样的话 是吧 完了在读的过程多年呢 到三岁左右开始就开始 可以让孩子慢慢认字了 认字呢 主要当然是认中文字了 其实孩子中文字认得越早 他的认的速度越快 是吧 那认字的话很简单 现在看图诗字啊 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一个字过去过去 对中文字来说 就是看的越多 这个字就记得越牢 记多了以后 慢慢把字拼成词组 拼成词组以后 再变成句子 是吧 慢慢还是 他就自己能够读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绘本书了 对不对 所以让孩子慢慢的认字 大概到孩子到四岁半到五岁 就可以慢慢的开始自己读书了 完了到五岁半左右的时候 孩子其实已经可以读 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故事的书了 当然不一定是很难的 还是儿童的故事书啊 完了到六岁左右的时候 孩子就已经能够读小说了 实际上 是吧 我有一个朋友 现在孩子是五岁半 已经能读一百多页的小说了 这个原因子就来 他三岁的时候 孩子开始读中文字 每天读故事 完了读完故事以后呢 就是再让孩子认字 那么再读故事 那么到最后呢 孩子会认字以后呢 简单的故事上 孩子自己读 读完以后呢 这个认的字就更多了 大概就这样一个过程吧 好 但是光读还不管用 我们要锻炼孩子 在读书的时候 还有一个能力特别重要 就是孩子的表达能力 那为了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要让孩子讲读过的故事 比如说孩子读了一个故事 先从短的故事开始 所以读故事讲完 让孩子复述给父母听 不管孩子复述的怎么样 难听还是好听 父母就要说好 那孩子有这种复述的 这种热情保持下来 完了呢 可以做部分的纠正 比如说孩子这样讲 可能会更好一点 讲得很好 这样讲可能更好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孩子就不断的讲 要让孩子复述故事 因为未来孩子的表达能力 表输能力 都从复述故事来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为什么要阅读呢 因为阅读跟看电视不一样 跟看电影不一样 看电视电影 直接看的是形象 它没有一个大脑思维的 转化过程 大家稍微想文字是怎样的 文字是抽象的 是吧 那些文字本身不认知的人 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因为文字抽象的 所以你通过读书认识字 要把那个故事转化成什么 孩子才会感兴趣 转化成形象 这个形象是大脑的 一个转化过程 大脑通过对于文字的接收 把文字通过大脑的转化 转化成了对于孩子的 想象力 对故事的服务能力 在脑袋中间那种 场景恢复能力 而这个东西是了不起的 这种训练 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要读书 读文字 而还不能仅仅看看图像 然后那最后呢 通过文字 让孩子产生这个 在大脑中间 转化成故事场景 这种东西 是提升孩子的好奇心 想象力 创造力的最佳源泉 这就是为什么要读书 好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 就是文字和语言的训练 是孩子 开发孩子 智商和情商的 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我常常跟父母说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是在武汉 或者是在广东 在上海 在四川等等 孩子一定要小时候 要有会两种 普通话 现在我们父母 从小讲的孩子 讲普通话 不讲家乡话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家乡话 不同的语音 不同的语调 尽管都是汉语 那锻炼的孩子 什么 舌头的灵巧能力 锻炼的孩子 语言的转化能力 如果再加上一种英语 如果也能讲的话 那就更加了不起 就是孩子 三种语言的自然轻化能力 对孩子来说 其实不是困难 但是由于语言的轻化能力 他能够大大提高 孩子的这种头脑的思维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灵灵性 对他的情商和智商 在北京的人 就说学地方话 和学普通话 同样的重要 就学方言和学普通话 同样的重要 当然学英语 在加拿大英文 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是也是重要的 因为他文字和语言的训练 能够不知不觉的 比较极大的提升孩子的 智商和情商能力 所以这是越多的习惯 好在越多习惯以后 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习惯 是 日常生活的习惯 他说日常生活 不就这么过吗 怎么还要有习惯呢 当然 日常生活的习惯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习惯 在某种意义上 那日常生活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刚才讲过了 第一个好好吃饭 是吧 不挑食 不挑剔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要让他自己动手吃饭 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 饭自己盛 碗筷自己弄 吃完饭以后 这个碗筷要自己洗 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习惯 将日常生活 要让孩子 学会参与家务劳动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 就是一心一让孩子 学习 完了 绝对不能干任何家务劳动 完了 有的父母当然自己也不干 家里有阿姨 就更加麻烦 是吧 他说 反正以后有卫生机器人 什么的 不用干 其实不对的 为什么 干家务劳动 有一个特点是培养孩子的秩序能力 培养孩子的整理能力 培养孩子的这种 有条不紊的收拾的能力 这些能力对未来 他的生命中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工作以后 难道不要秩序吗 难道主持不吭吗 难道没有有条不紊吗 这些东西是什么 从家里干家务 列出来的 所以干家务本身 锻炼了孩子的终身能力 也锻炼了孩子本身 未来的某种就说能力 所以打扫卫生 收拾餐具 还有比如说有可能的时候 在家里 让孩子自己种一点花草 比如说种点植物 种点农作物 种点就是我们农业上的东西 是吧 让孩子种个土豆 让孩子种个玉米 让孩子种点小麦 让孩子种点蔬菜 当然养个花也可以 但是我们说花草 一般都是大人弄 那还是种一些植物 让孩子通过种这样的植物 认识这个植物 种辣椒 对吧 让孩子自己浇水 自己让他长大 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所以参与家务劳动 让孩子学会 有秩序的 有条不纹的生活状态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条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很多家长 给孩子买宠物 宠物好不好 好 由于现在我们大部分家庭 只有一个孩子 平时父母也没有100%的时间 跟孩子玩 所以家里要有一个宠物的话 男孩子能够跟着玩一玩 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这个猫啊狗啊身上 也没有太多的细菌和病菌 而且呢 其实这个医学上也考察过了 一个孩子在有多种这个细菌 这个环境中间长大 对孩子未来的免疫力 和身体的抗体的产生 是有好处的 只要是不是像这一次 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毒就行了 是吧 我小时候天天跟狗啊猫啊猪啊鸡啊 打交道 结果我身体上的抗体就很好 结果长大以后呢 尽管小时候老生病 因为小时候老碰细菌啊 所以老生病 但是呢 长大以后 结果发现现在就不怎么生病了 为什么呢 就身体中对锻炼出了很多的抗体 我有一个朋友 家庭是医生 完了呢父母从小不让他碰任何脏东西 家庭的环境是无菌环境 结果他现在身体病病歪歪 碰到什么东西都过敏 碰到什么东西都害怕 你看 所以呢家里要养个小宠物 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坏事啊 养个狗啊养个猫啊 是吧 只要是基本上就是说 比如说打了狂犬病玉米啊什么的 不带来严重后果就可以 但是呢 我后来发现很多父母 养了宠物以后是父母照顾 孩子要宠物 父母照顾 孩子根本就不管 只是玩一玩 那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啊 就孩子 你培养了孩子就要了东西 又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行为 那就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一些很重要 就是说可以给孩子买宠物 但是呢 跟孩子要说清楚 你要买宠物可以 买了宠物以后 这个宠物的从此以后的照顾 或者是绝大部分的照顾 必须你来完成 如果说你玩不成的话 那么对不起 这个宠物就不能玩 那照顾什么呢 就是这个实际上照顾宠物的过程 也是让孩子锻炼责任性的过程 也是让孩子从而到为 把一件事情负责起来的过程 也是让孩子最后什么 最后养成爱心的过程啊 特别的重要 所以呢 这个就是比如说 喂狗吃啊 这个遛狗啊 完了以后呢 给狗这个刷毛啊 定气以后给狗洗澡啊 一定要让孩子去做 不能父母什么东西都管了 管完以后 最后你把孩子的责任性给消灭掉了 我们中国的父母有一个特点 就是常常是不经意中间 在帮着孩子好的名义 照顾孩子的名义 把孩子本来身上应该培养的优秀品质 优秀的个性特征 和优秀的这个生活习惯 全部给弄掉了 等到长大以后 还长大就发现 哎呀 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 最后等到后悔 就已经来不及了 对不对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好 下一点就是什么呢 孩子自己的东西 必须学会自己收拾 比如说到两岁开始 孩子玩玩具 玩玩具没有问题 但是跟孩子说好了 玩玩玩具 玩具从什么地方拿出来 就要放回什么地方去 是吧 我有一个朋友就这么说了 从两三岁开始 玩玩具 就对孩子要求 就说你所玩的东西没关系 玩玩什么东西 就放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不放 对不起 不能吃晚饭 如果不放 就不能做下一件 你喜欢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孩子 就从小一样养成了 就收拾东西的习惯 是吧 玩具不乱扔 房间自己收拾 玩了呢 还会敌自己的衣服 结果这个孩子 现在五六岁 已经变得很勤快了 哎呀 我觉得这个孩子 就是长大 就是父母在小事情上 对孩子的这种关系 变得特别的重要 所以这是要就是 要让孩子 学会自己收拾自己的东西 归类 还是刚刚那时候 家务劳动一样的 就是培养孩子 有一条部门的习惯 好 那么还有一个 对日常生活的习惯 的养成 对孩子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叫做养成固定的时间 做固定事情的习惯 就是作为一个孩子 不要以为 孩子没有时间概念 也有时间概念 比如说 这一个小时 就是读故事书 那就是读故事书 是吧 下面半个小时 有时你去玩 玩游戏 你半个小时玩游戏 没有关系 在下个小时 是玩拼图 那就玩拼图 没有关系 在下个小时 是到户外去参加户外活动 那没有关系 就父母跟孩子 一起要规定好 孩子几点几分 到今天几分 当然可以上下 有点弹性 就说应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从小的孩子 有这样的时间概念 形成固定的时间 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 这样的能力 和时间管理能力 对于孩子来说 真的是无比无比的重要 否则的话 我们的孩子到最后 他会变成一个 就是说 哎呀 就是 就是做事情散漫 没有专注力 想到什么 做什么 一件事情没有做完 就赶快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完了做作业 拖拖拉拉 这样的习惯 你想这样的习惯 如果养成以后 那你怎么办呢 就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需要给他改过来 改过来 当然这个也是 不一定10岁之前 10岁之后也是的 比如说 我跟我儿子 到现在 我还在纠正他的 每天对于时间的 使用习惯 是吧 然后他养成固定习惯 是吧 几点几分 干什么就干什么 比如说这个疫情期间 我就跟他养成了一个 很好的习惯 我说不管你学习多忙 那每天晚上6点钟 是吧 陪爸爸去篮球场 打篮球 是吧 刚开始他不愿意 不愿意就被强迫着去 结果现在他主动来找我来了 每到6点就说 我们打篮球的时间到了 这个就是你看 养成习惯是很好的事情 固定的时间 做固定的事情 是吧 那么 下一个就是什么呢 到孩子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比如说到七八岁开始 七八岁 十八九岁 十来岁都可以 让孩子去做饭 学炒菜 家道说这个东西 他们现在还需要吗 我们天天订外卖就行了 外卖外卖 但是为什么要学做饭 学炒菜 这里面有一个秘密在背后 就是叫做让孩子学会 分寸感 和这种这个就是成分感 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尤其做中国饭 稍微想想想你炒一个菜 放多少盐 放多少油 什么时候放什么样的火候 是不是特别富有直理性 特别富有这个孩子的常识感 所以我后来发现 凡是喜欢做饭会做饭的孩子 都是很有常识 很有比例感 很有那种日常意识的孩子 所以你别看小小的做饭 大家都知道做饭厨师 做到大厨 那是哲学家的水平 是吧 大家都喜欢看这个这个 时间上的中国吧 是吧 你看都牛 都牛的这样的这个这个节目 背后都是人类 几千年的做饭知会 所以我后来发现 这个会做饭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 我从七八岁开始 帮着父母做饭 当时只能炒油菜和炒韭菜 后来慢慢就学会了做肉菜 学会了做鱼 我现在在家里做红烧鱼 做糖醋排骨 做鲸鱼汤 当然还是还是一把好手 是吧 放多少盐 是吧 从做饭开始 米中间加多少水会做成米饭 米中间加多少水会做成粥 对不对 粥应该煮多长时间 是吧 完了以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早菜的时候 什么时候应该放油 油到什么地方 它放进去 什么时候应该放盐 什么时候应该放味精 当然现在一般不放了 还有什么时候放其他的调料 什么时候菜起锅 这个菜是最好吃的 这种东西让孩子学会了 了不起 所以呢 让孩子学会做饭这件事情 和炒菜这件事情 依然很重要 当然有的父母说 我自己都不会做 你自己都不会做 你自己应该先学 对吧 所以我非常骄傲 就是说在我的带领下 这个至少 至少我女儿是一把好厨师 自己上大学的四年 如果想吃什么 饭菜了 只有自己买回来 自己做 做了就自己吃 那么很重要 那么最后一个日常生活习惯 就是要阻止孩子 过度的玩手机和电脑 而且必须坚决阻止 如果小时候将来孩子 习惯于在手机电脑上开的 你消灭了孩子 一个重要的能力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从文字转化为想象力 和这个创造力的 这样的能力 如果孩子在手机 电脑上待久了 眼睛也会受到伤害 要不要玩手机电脑 可以玩一玩 是吧 看看动画片 什么的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但是呢 包括电视 就是比如说 一天不超过半小时 是吧 甚至可以规定 一二三四五就是不能看 你只能礼拜六 礼拜天看 礼拜礼拜天 每天拿出一个小说来 可以玩手机 可以玩电脑 这个是抢制性的 在十岁之前的孩子 这样的抢制是能接受的 而且接受了 长到了 他这样的习惯了 如果到了十岁以后 尤其到了十二三岁以后 你再去这样抢制 已经养成了电脑 手机的这样的习惯 你再去抢制 跟父母这个关系 就会变得特别的烂 就会变得很麻烦 所以这是日常生活 对我们来说 孩子养养成的习惯 孩子养成生活养成的习惯 以后 我们就来看下一个习惯 就是孩子养成交流的习惯 什么叫孩子养养成交流的习惯 就是孩子要学会跟人说话 因为不会跟人说话 很麻烦的 我们说我们的孩子 内向也好外向也好 但是跟人交流 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怎么样跟人交流 第一 就是如果我们孩子 学会跟人交流 他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 能说话的人 当然我不一定说能说会道 是吧 而说能跟人交流的人 能跟人理性对话的人 他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而且一定会跟人接纳 当然这个人交流 不是说处处好胜 处处要跟人争辩 最后说话不抢到先头 就不卖账 这样的说话不叫说话 这个不叫交流 这种锻炼出来的 没有厘头的伶牙历史 就像一个破坡骂 没有任何人能接得上 这样的这种交流 是我们千万不能让孩子学到 交流是一个平等的过程 是一个互相之间欣赏的过程 好 那么平时我们父母怎么样 锻炼孩子的交流能力呢 最后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要孩子用问答的方式 进行对话 就是平时的日常生活交流 更多的就可以孩子提提问题 让孩子回答 孩子提问题 你回答 这样既能启发孩子的智力 也能启发孩子的思考能力 很重要 每天都要跟孩子 有一定的交流时间 后来我发现 我的孩子长大以后 有的时候他们不太容易跟我交流了 我就创造环境 创造环境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每天让孩子陪我散步半小时 20分钟 是吧 我说陪爸爸散步吧 你们总不能爸爸把你们养大了 来到陪爸爸散个步 你们还不愿意吗 是吧 那他们说 那只能陪着爸爸散步 一散步你就要说话 一说话就有交流了 对吧 要创造环境 是吧 还要是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 我带孩子去旅游 旅游的话 你就要到各个景点去做 那我跟他们讲景点的历史 景点的文化 那么就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交流 所以这个跟孩子问到方式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我两个孩子 现在表达能力 都还算可以 就是因为我从小跟他们这样交流的结果 那么在交流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因为孩子说话总会有说的不靠谱的时候 有说错的时候 有说的很天真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玩的东西 但是不要去说 这个错了 你这个不对 把他给怼回去了 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三怼两怼的话 孩子马上就不跟你交流了 比如说 如果这个孩子 比如说小小男孩回来说 我喜欢我们拜的一个小女孩了 如果爸爸妈说 方屁 这么小 你就要想谈恋爱 你就喜欢小女孩了 不行 必须马上给我去 这个孩子 他不会说我 明天就不喜欢小女孩了 但是他明天 我就再也不跟你说了 最后你就把孩子 跟你交流的渠道 就咔嚓一下 就切断了 切断这个咖啡 切断这个渠道 对于我们来说 就我们跟孩子交流的未来就没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要鼓励孩子每天回来讲一讲 自己在学校里面所遇到的事情 跟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 受到的委屈 或者你可以给他一点指导 词典是吧 这个遇到的事情 高兴的事情 赞扬一下 然后然后呢 这个鼓励一下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就是说 男孩子愿意在父母面前开口 是吧 完了 那还有一个 就我刚才已经提到的 就是说 男孩子读完了故事书以后 至少每天 就是或者说 每个礼拜有那么两三次吧 男孩子就一起 你跟他一起读的这个 故事书啊 就是让孩子附说这个故事 完了你就鼓掌 说得好 不管他故事讲得多了 你就说说得好 完了呢 不断让孩子附说附说 孩子附说了 一百个二百个故事以后 他的这个表达能力和表达欲 就会上来了 完了你稍微想想 这个孩子他到了学校 老师先来讲个故事吧 他肯定举手讲故事 完了他在最后 他就变成了在学校里 没愿意表达的人 你想这个孩子长大了 他能没出现吗 对不对 所以很重要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 一定要让孩子有玩伴 玩的伙伴 当然有兄弟姐妹在好不过 现在允许生两个 为什么我鼓励家庭生两个 非常重要 就是说因为孩子 他们自己会交流 我非常可惜 我两个孩子的年龄差的比较大 我女儿比我儿子大七岁 所以他们这个 在我儿子13岁以前 两个人是不交流的 你想我儿子30岁以前 我女儿20多岁 13岁之前是个小屁孩 那一个上了大学的人 怎么可能跟这个小屁孩交流呢 但是那我一想不到的 到我儿子13岁以后 两个就有了共同语言 现在姐弟两个的关系 好得不得了 就是互相之间就说 各种话都进行交流 是吧 我就发现有玩伴太重要了 那尤其小时候的时候 在小时候 12345678岁的时候 有玩伴 是吧 特别重要 所以生两个孩子 生两个孩子 这个成本太高了 其实这是你想象出来的 比如说喝普通的中国牛奶 普通的这个尿布 是普通的饭 是吧 其实没有多少钱的 上普通的学校 为什么说上公立学校 一般的学校就上不好的 我觉得孩子的争论的成功 不是靠公立学校好坏 我们现在父母有一个 严重的错误 就是说 只要我的孩子上了 名牌的小学 名牌初中 名牌高中 我的孩子真的上 名牌大学 是可能是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更加重要的是你父母的教养好 你父母对孩子从小带的好 孩子上什么学校 最后都是能够成功的 所以很多成本 很多成 我们说生孩子以后成本很高 很多是来自于什么 很多来自于我们自己 父母不成功 想要强占给孩子 生这样的成功 其实我们父母 如果心平气和的 就是把孩子 作为普通孩子 这样的用我们正常的 父母的引导 把孩子带大的话 其实成本并不是那么高的 第一个孩子的用的 就是东西 第二个孩子这样可以用 所以我鼓励大家生孩子 真的 我非常可惜 我自己只有两个孩子 我甚至觉得 要有四五个孩子 就会更好 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自己只有一个孩子 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 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找邻居家的孩子 找社区里的孩子 同样的孩子 至少有三四个好朋友 每个礼拜在一起 要玩两三次 是吧 三四个小朋友 在每个礼拜 在一起玩两到三次 很多时候 大家平时没时间 礼拜六礼拜天 没关系 如果你要创造条件 也很简单 就是你请这些邻居 到你家里来吃饺子 包饺子 是吧 喝啤酒 完了孩子就在一起玩了 玩多了 孩子就互相玩了 再玩多了 孩子就互相 就跑到对边去睡觉去了 就国外有一个项目 叫做sleep over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 我的孩子到你家去睡 跟你带孩子睡 完了第二个礼拜 你带孩子到我家来 跟我带孩子睡 孩子在一起打枕头仗 互相吵吵吵吵 甚至睡在帐篷里 孩子自己的交流能力 就被激发出来了 这个孩子 跟孩子一起在一起 最容易有这样的 交流和激发能力 对吧 好 那再下一个什么的 就是父母一定要跟孩子 做游戏 是吧 从小做游戏 比如说我小时候 就跟我孩子 做拼图游戏 叫puzzle 是吧 后来搭乐高 是吧 跟我儿子一起做3D打印机 像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跟孩子一边做 一边做很自然的父母 跟孩子这个语言上 就会不断的交流 不断的交流 就激发了孩子的 交流的欲望 和交流的能力 对吧 那么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孩子学一点才艺表演 这种才艺表演 比如说孩子会弹钢琴 在亲戚面前弹一弹 对吧 孩子会会画 给他带个小画展 像这样的东西 都是激发孩子的表演欲 激发孩子的自豪感 这样的东西 也是让他产生交流的 这个东西 那么再下最后一个 就叫鼓励孩子 都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是吧 各种业余的活动 包括了参加歌唱队也好 参加体育队也好 参加乐器队也好 是吧 不然呢 如果有可能还鼓励孩子 进行学生干部的岗位 进行学习委员 生活委员 体育委员 进行班长 副班长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鼓励 就是说公立学校的老师 让孩子轮流当班干部 因为轮流当干部 让每一个孩子 都养成一种自知的习惯 是吧 千万不要孩子 这个班干部当不好 这个老师就不能让他当了 没关系的 叫每一个月换一次 怕什么的 对吧 每个孩子都有表现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个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孩子的交流习惯 就是让孩子善于跟人交流 让孩子愿意表达自己 让孩子能够拼得 能够拼得对话 跟任何年龄的人 都能够说得来 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除了交流的习惯以后 我们下面再讲下一个习惯 这个已经时间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这个我们迅速把这几个习惯的 这个讲完 是吧 好 再下一个呢 就是叫做孩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自我控制能力 孩子自我控制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 就是一个就是 时间的就是在时间上的管理和安排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个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如果孩子能够自我控制的 在什么时间我干什么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会很了不起 反正呢 他这样的话就会养成一个实践管理能力 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 就在实践管理中间就产生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控制能力的 就是孩子的对于游戏 对于手机 对于电脑 对于电视的 这样的强制控制能力 就是这个要跟父母一起养成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说规定一天半个小时玩游戏 就只能半个小时 或者说只能到周末玩游戏 就只能到周末玩游戏 这个跟父母一起规定完以后 就是不能变 孩子想玩也不能玩 想玩就能被止止住 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学会自我控制能力 是吧 那这个东西甚至可以作为奖励来用 如果说你做作业 做得又快又好 我可以多让你玩五分钟 是吧 如果说你本来这个作业 要一小做完的 你45分钟就做完了 那我这个15分钟 允许你玩手机 或者允许你看电视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能让他无限制的 这个没有控制的去玩 好 第三点什么呢 就是让孩子要学会管理自己的 心情脾气和情绪 一个孩子随便发脾气 完了父母还迁就 是吧 完了随便的这个有情绪 完了父母也不制约 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就会用自己的脾气和情绪 来获得自己的获得东西 因为他发现对父母来说 他的脾气和情绪总能起作用 起作用 父母还总能让步 那么大家稍微想 他到了社会上 到了这个大学里面 是吧 到工作的时候 他也会用自己的脾气和情绪 来对付病人 因为他觉得这个 他屡屡对付病人是有效的 但是他没想到社会是无情的 他根本就你这个对付是无效的 你越用情绪脾气 别人越排斥你 别人越不给你机会 别人表面上可能神之灰浪的你 因为你有脾气 有情绪 我摟不起你 但是我摟不起你 我躲得起你 从此以后 这辈子跟你没关系 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不学会 管理自己的心情脾气和情绪 还用自己的心情脾气 情绪来要挟父母的话 父母还最后被要挟了的话 那这样的麻烦就大了 对于父母来说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父母本身要心平气和的 来跟孩子交流任何人 你父母脾气 暴躁都不得了 孩子心脾气和 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 都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就是说 父母先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脾气 然后孩子也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脾气 那么这样的话 就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学会心平气和 是吧 不管孩子发什么脾气 发什么情绪 不行就是不行 行就是行 有规矩 有原则 我绝对不要去讨好孩子 我们孩子从小他就知道 用哭来要 就是说孩子得不到东西 又哭又大哭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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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地上 我们很多父母就屈服了 其实不用管 让孩子自己 这就是规矩 你不愿意的话 你就躺着 是吧 这个很重要 好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父母很容易 就是故意的去满足孩子的需求 所谓的故意满足孩子的需求 甚至孩子没需求 你都满足 比如说我们会给孩子买很昂贵的礼物啊 孩子明明不想吃的好饭 你非要给他吃啊 是吧 完了呢 激热的时候 买了无比昂贵的礼品啊 这些东西 我们父母其实是什么 对孩子的宠爱 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是什么 还是一种就是说 对孩子的那种 叫做纵容行为 是吧 完了 最后养成孩子 慢慢慢慢的 像你要东西 而且要不靠谱的东西的 这样的这个习惯 那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 才能够解决掉呢 这个东西解决很简单 就是说 除了必需品 孩子要用的必需品 铅笔啊 书啊 等等啊 是吧 还有节日的礼品 比如说过春节 我们肯定要给孩子买礼物啊 是吧 还要给大家睡前啊 是吧 过十亿的时候 要买个礼物啊 等等啊 那种小礼物 是吧 以外 孩子剩下来就 才有 还有必要的玩具 不是成堆的玩具啊 必要的玩具 是吧 以外 就是说剩下的 孩子不提要求 坚决不给买 是吧 包括吃饭 孩子不提要求 坚决不给吃 你不能说 我们今天要不要吃个肯定鸭啊 我们明天要不要吃个麦当劳啊 我们明天要不要吃个烤鸭啊 这个东西就是 全部是不知不觉 就把孩子给弄坏掉的东西 那 这就不要提 那孩子会想买东西 这个时候你就有了 你的主动权在你手里了 好 孩子说 我要买这个玩具 你一看这个玩具 也值得给他买 是吧 因为对孩子来说 可能是一致的 也有好处 你说好 要买这个玩具可以 但是我们 先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那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很简单 就是孩子要的东西 可能他的付出要成正比 比如说你跟孩子说 好 我们先把这三首诗给背出来 背出来 背完了 爸爸明天就把玩具给你买过去 或者说 我们先把这个 是20道数学题 先做对 而且要做三遍 做完三遍 爸爸就给你买玩具 是吧 否则的话 就没有 就是让他讲 这个什么心理奇怪 就是我要任何东西 包括要吃好东西 要买好东西 一定是要有劳动 要来换取的 好了 如果你不用这样的劳动 去换取的话 刚才还有家长说 这是无私的案吗 无私的案不就要给孩子奉献吗 我觉得这个家长本身就很糊涂 什么叫无私的案 无私的案 是什么 让孩子真正成长为一个独立的 有出息的人 这叫无私的案 你把孩子宠坏了 什么东西都给孩子弄了 这样孩子变成了一个废物 你觉得你是无私还是有私 是吧 所以很简单 就是提要求 我小时候对我儿子就有这样的要求 但非常可惜 我老婆没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儿子还能利用我们两人之间的差距 完了以后 最后他给孩子不单的买东西 那对于我来说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这故事就是 我儿子说要买一个 当时他们班内同学 当他10岁还11岁吧 班内同学每个人都有了一个Pad 就是苹果的Pad 他说我也要一个 我就要他这个Pad5000多块钱 咱们家阿姨 一个月的工资才5000多块钱 你多么多钱买一个这么贵的Pad 怎么可能 他说我的小朋友都有了 我说好 有了也可以 他说你又不是没有钱 我说好 我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他后来他说 那怎么办 我说可以 我可以给你买 但是你看这20本书看到没有 把这20本书读完 把20本书之间的内容复述给我看了 我确定你真的是已经读完了 把爸爸给你买 他给我来一句 我不要了 好不要了拉倒 不要这个条件就没了 后来过了一个礼拜 他又说我还想要 我说我的条件没变 就读20本书 后来他又真的开始论论读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变不了的 那非常可惜的是什么 非常可惜的是 后来过了一个礼拜 我去出差了 等到我出差回来 他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Pad 后来他妈妈已经给他买了 你看父母不一次的话 孩子他就会利用父母之间的 这个这个对孩子的不同 来利用你是吧 所以一定要提这个要求 这样的话呢 那孩子养成一个习惯 就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要的 要的话你就要付出劳动 孩子也会习惯的用自己的劳动 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自己的东西 大家稍微想一想 这不就是社会上的原则吗 你到了社会上去工作 你不努力 不劳动 你能换取你的生活费吗 你不努力 他就知道控制住现在自己想要的东西 换取未来更好的东西 这个能力是了不起的 是吧 现在高考是拼命的高考 完了每天很辛苦 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 为了换取未来大学的美好生活 人必须要有这个本领才行 对吧 好 这个是 孩子要有自我控制能力 孩子要有自我控制能力以外 下一个能力就是对孩子来说要什么的 要有克服困难的这个习惯 人生总是有各种困难的 人生不如意识 谁有八九 孩子成绩不好了 班内同学条件比自己好 完了长相比自己好看 完了受老师宠爱 总而言之 就是我们孩子一路成长的过程 实际上不是说 常常这个心满意识的过程 而是像我们大人一样 这个不断失落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在这个失落的过程中 我们孩子如果养成了一个悲观心态 养成一个被动心态 养成一个放弃心态 怎么了得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 就需要让孩子锻炼孩子们 这种克服这种困难 克服这种生活中的不如意 并且依然能够看好生活的 这样的一种习惯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好 下面我想几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家长喜欢帮孩子去写作业 帮孩子完成作业 这是严重不行的 首先还是学会独立的习惯 不到万不得已 孩子的作业一定要独立完成 父母最多启发一下 孩子不会做了 稍微启发一下 但千万不能帮他写作业 是吧 所以他要规定 他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 如果说我们动不动就给孩子 请辅导老师 动不动就帮着孩子写作业 这种孩子独立思考能力 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没有了 他克服这个作业上的困难的能力 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就会很麻烦 第二个是什么 孩子遇到了困难以后 你需要鼓励 鼓励 再鼓励 继续鼓励 小时候孩子摔倒了 千万不能把他抱起来 打桌子 打椅子 说都是桌子椅子的错 这个是很麻烦的 慢慢让他自己爬起来 爬起来 笑到了再爬起来 再爬起来 任何时候都要鼓励鼓励 是吧 爬起来了鼓掌 这个很重要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小视频 讲一个小孩子跳按摩 全面东西都跳过去 他就跳不过去 一次跳不过去不行 两次跳过去不行 三次不行 老师也没让他说 不能再跳了 算了吧 是吧 老师组织所有同学给他拥抱 让他鼓励 结果第五次的时候 这个小孩跳过去了 完了老师鼓掌 同学鼓掌 这个小孩的自信心 自我自豪感 立刻就起来了 这就是鼓励鼓励 再鼓励 所以呢 比如说 我当时说 如果你的孩子回来 一门考试只得了40分 买分是100分 你怎么办呢 很多家长都会指责孩子 骂孩子 说孩子 是吧 完了老师还要告证 这个都是不对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鼓励孩子 像我要鼓励 怎么鼓励 很简单 40分已经很棒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做得了40% 那不就剩下 还有60%不对吗 那我们下一次 不断的增加 这个做对的比例 是吧 40分不能算失败 你已经奠定了基础 完了 下次爸爸的要求很简单 50分 是吧 到了50分 爸爸的要求60分 60分以后 爸爸要求70分 孩子自然就上去了 是吧 你回来噼里啪啦打一顿 说40分 你这个笨蛋 笨蛋像头猪 是吧 那到最后 把孩子的自信也上没了 你跟孩子的关系也都没了 肯定不行 是吧 所以对于我们父母来说 不管孩子遇到什么困难 不管孩子遇到什么 犯了什么错误 都严禁用打击和子质性的语言 来对付 其实没有关系的 我小时候父母天天打骂 差不多 但是没事 因为只要你做的对的就行了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就是说那种打击自信性的语言 不能说 侮辱性的语言不能说 什么你真笨 你笨得像得猪 你怎么那么懒 是吧 你比我们家那个猫还懒 完了以后 你跟门门门比差远了 你不看看隔壁 谁是谁比你聪明多了 分数比你考的还高 比你努力多了 像这种语言是绝对的上孩子自信心的语言 那是坚决不能说的 你可以要求 说你必须集点起来 你必须怎么样把作业做完 是吧 你必须下次成绩 大概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但是你不能用无辱性的语言 来对孩子提出要求 我们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 最近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疫情期间 孩子和母亲站在家里 已经发生了好几起 孩子从楼上跳下去的这个事情 是吧 当然有母亲跳到河里去的 有母亲从楼上跳下来的 就是父母之间 这个孩子之间没有弄好关系 没有弄好关系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上来的语言 这个父母对孩子这个语言 一伤到孩子自信心不行了 那我就跳下去了 对不对 那孩子的出诺跳下去 你就挽救不过来了 这个视频 母亲怕在孩子的尸体变成困难 已经晚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对孩子要严格要求是可以的 完了我们鼓励孩子 可不困难是可以的 但是绝对不要说伤孩子之尊的话 那么好 另外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 有一件事情的特长 一件事情特长 就让孩子坚韧不拔 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这个孩子喜欢画画 你就让他画画画的能开展览为止 孩子喜欢抬钢琴 就让他的钢琴能够表演为止 孩子喜欢踢足球 就喜欢让他带到足球队为止 有一件事情 孩子喜欢语文 就让他语文写出来的皱纹 能够变成范文为止 孩子喜欢受血 就让他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为止 为什么 因为让孩子至少一件事情 坚韧不拔的做到极致 这件事情中间 不管他多么的喜欢 都会遇到困难 遇到失败 在这个失败 遇到困难 遇到失败的过程中间 这个孩子不断的 你鼓励他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这个孩子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养成了 所以当然了 这个事情本身 一定要跟孩子爱好结合 这个爱好如果是你父母的爱好 孩子根本就不喜欢 那孩子做不下去的 孩子也喜欢 他也想坚持 你鼓励他坚持 那么这件事情就一定能做成 把一件事情坚持做到极致 他能够提升学生内在的自信心 能够提升学生内在的 孩子内在的这种自我认同 是吧 而现在锻炼了孩子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 这件事情是无比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定要找这么一件事情 让他坚持下去 是吧 坚持做到所谓的做到三穷水定 做到极致 做到在整个学校的同学面前 他能够去展示自己 是吧 是吧 这个特别的重要 好 那么完了 这个 对于孩子来说 他这个成绩差 没关系的 成绩差的话 一门课给他顶到底 我原来讲过 就说我就顶一门课 是吧 我五门课 总共完了 我四门课不及格 但是我一门课是全卖第一名 也牛逼 是吧 完了这个孩子马上就会产生一种感觉 我既然这门课能做到全卖第一名 是吧 那我其他的课慢慢也能上学 这个就慢慢就上去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吧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家长做的比较少的 我们只是跟 公立学校的老师们 打听孩子的成绩是多少 完了孩子成绩不好的话 跟老师一起整孩子 其实我们应该做另外一件事情 跟老师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让老师在学校里面 也不要打击孩子 让老师一起就说 对孩子提出要求 但这个要求呢 不是侮辱孩子的 让老师呢 也不要在教室里面 总是当着全卖同学 那边批评孩子 这样的老师是要命的 反正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一定要怎样的 一定要让这个老师和家长一起 就是我们家长对老师稍微好一点 是吧 完了呢 这个跟老师进行沟通以后 一起来达成一个对这个孩子的培养的 这样的一个叫做目标吧 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否则的话 我们家里用了半天的力气 完了这个学校的老师呢 对孩子说话不靠谱 中国公立学校的老师 很多老师啊 这个说话也很刺耳 完了呢 把孩子的积极性给打得一塌糊涂 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也就很出问题 所以其实孩子参长过程 也是我们跟老师一起 共同培养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那么再下一个就是 我们要让孩子学会的什么呢 让孩子学会热爱大自然和热爱人文 刚才有网友在留言说 说这个中国的人文教育太少了 是的 但是我想讲这个地方的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要培养孩子一种对生命的人爱 对孩子对生命的人爱 主要来自什么地方 主要来让孩子学会 就是那种对于大自然的人爱 当你热爱自然 当你热爱日出日落 当你热爱大山明山大川 当你热爱明月高全 是吧 这个对生命的热爱就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培养孩子对自然的人爱 特别重要 让孩子喜欢上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节气 不同的季节 感受春夏秋冬 春天要带孩子出去看自然 夏天要带孩子出去带自然 秋天也要 看红叶 冬天看雪 是吧 完了在阳光天 在下雨天 在落叶天 在下雪天 在星星闪烁的夜空 带着孩子进行忽然的感受 你可以带着孩子搭帐篷 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看 是吧 这个也非常重要 完了到凡暑假的时候 带着孩子去设着明山大川 是吧 到西藏去看看 是吧 到黄山去看看 到长江那去看看 长江山去看看 涉足江河湖海 是吧 这个到波阳湖去看看 东丁湖去看看 是吧 这个 完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朗读 跟这些明山大川江河湖海 相关的诗歌和散文 让孩子产生那种 从心里面 对这个孩子的 对这个自然的人 对美的感受 一个人对美有了感受以后 这个人生自然他就会追求美 他就会有自然有上进心 是吧 另外呢 我刚才也说过了 让孩子在家里面学会呢 就是种一些绿色的植物 或者是蔬菜 不要忘了 就是说 当孩子观察植物生长的时候 观察这个他种的这个蔬菜 比如说生长的时候 他心里的生命力 也是被调动出来的 他会产生对自然的喜欢 不管家里多小吧 总有阳台吧 是吧 总有能见到阳光的地方吧 拿那个土盆子 是吧 种点菜在里面 种点大蒜 种点这个韭菜 种点这个鲜花 都可以 让他产生这种感觉 完了呢 还有呢 就说带孩子去 有人文历史的地方 一起去考察 是吧 我们不能光看明山大川 就有人文历史的 人文历史的地方 也有啊 就是比如说 补物馆 像故郡补物馆 是吧 中国革命补物馆 都是啊 是吧 还有呢 是这种 就是说 有历史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城市啊 有历史的 这样的这种 包括庙宇啊 都可以去看看 一边看一边讲讲给孩子 是吧 都带孩子看看 体会人文 体会明山大川 体会诗歌散文 体会这个阳光雨露 是吧 这个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再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男孩子在小时候 也带有一定的 不计划的视野 比如说带着孩子去看 就是如果 如果有可能出国啊 其实出国不那么贵的 这个 这个 如果你在经济上的话 住的宾馆是 相对来说 一般的宾馆的话 即使自己去玩的话 就是也没有 也花不了太多太多的钱 不一定是豪华游啊 就带着孩子去看看 比如说埃及啊 古希腊啊 古罗马啊 这样的这个东西对他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 如果还有更进一步可能的话 让孩子去看看这种 国际化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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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市 纽约啊 伦敦啊 等等啊 这个悉尼啊 都也是很好的 让孩子可以体会一下 国外的中学和大学的学习 寒假 寒假暑假的时候 有这样的这种 游学班 也是可以体会的 这个是 就是说让孩子学会 热爱自来和热爱人文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这时候刚才讲 从热爱天气 到春夏交通 到阳光雨露 明山大川 江澳湖海 这个斯高朗宋 是吧 种绿色的植物和蔬菜 或者到有人文历史的地方去看看 或者到国际上再去看看 这是一个过程了 当然不必定都能完成 我在18岁以前 就是我在30岁以前 都没出过国 也没事 是吧 关键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好 好了 以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最后一个这个习惯 今天要讲的有点匆忙 其实我这个每一个习惯 都可以讲一个小时 是叫做 让孩子学会目标和计划的习惯 所谓的目标和计划的习惯 什么呢 就是要让孩子学会 从小学会计划 自己的生活和时间 这是第一点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一周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读什么书 每周要让孩子学会写 周计划 完了要做什么样的活动 完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到晚上 除了学校的学习和作业以外 还要做什么 先让孩子记下来 记下来以后 孩子养成计划习惯 这个真的很重要 应该是有计划习惯了 并且你每天检查孩子的计划 计划不要太多 不要做孩子玩不成的计划 计划要做到 就孩子基本能完成 哪怕轻松一点 比如说打半个小时篮球 是吧 半个小时阅读 半个小时做什么 完了以后 你检查一下 孩子做完了 这种养生计划的习惯 对孩子未来的成长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习惯 就是让孩子把时间分成段 所以把这些分成段 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 就是说一天二十个小时 对吧 完了我这个小时做什么 这个小时做什么 这个小时做什么 这个分段的习惯 到现在为止我还有 我还有 我基本上能够做到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上午 是吧 我这个 比如说九点到十点 就是读书的时间 完了十点到十一点 就是朗读英文的时间 十一点到十二点 就是我处理新的方 工作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就会知道 别的你就不要去弄了 比如说手机 我还放在一边 我坚决都不再做任何 就是说这样的 就是干扰我的 这个时间段的事情 让孩子学会这个时间的 充分利用这个时间 那第三个的 就是让了孩子计划 一年的寒假和暑假 到底应该做什么 这个时候的父母就参与了 跟孩子一起商量 就是提前决定下来 寒暑假应该做什么 那么这样的寒暑假 应该做什么 就就就就 就定好了以后 那么就有了计划 不能说寒暑假随便乱过 父母可以参与孩子 寒暑假的这个生活 父母不能参与要工作的时候 孩子寒暑假应该做什么 除了做这个 寒暑假的这个家庭作业以外 应该做什么 一定要把它计划好 完了以后呢 除了刚才我说的 就寒暑假 比如说去旅游啊 完了计划好自己的时间啊 那么 作为父母 一定要和孩子 设计好一些 了解社会的项目 用时间 包括周末 包括这个寒暑假 比如说去自教 带着孩子一起 到乡下去 教农生的孩子 是吧 去参加农村劳动 到农村有亲戚的地方 去待个一个礼拜 一起到地里去干活 是吧 这个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到工厂去参观 就如果父母就在工厂工作的话 那孩子在边上 看着父母怎么工作 是吧 到展览馆 去一起去看看展览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说 也是一个计划 让孩子先计划好 那么 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和孩子呢 多谈理想和发展 我们要不断的跟孩子说 就长大喜欢干什么 愿意干什么 是吧 为孩子建立未来 灭向未来的情怀 但是呢 我们千万不要 光着孩子做决定 因为孩子 现在小学讲的理想 和初生讲的理想 高度讲的理想 都不一样的 都没关系 只要这个理想是上进的 积极的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 往前走 是吧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给孩子决定 明明孩子想学文科 你非要让他学理科 明明孩子想学数学 你非要让他学语文 那这个东西就 就扭在一起 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了 那么要观察孩子的兴趣所在 根据孩子的兴趣 来做好孩子的计划 把孩子的兴趣 能够变成 他未来的一个视野 是再好不过的了 是吧 那么如果孩子 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兴趣 我们通过我们的发掘 来揭发孩子的兴趣 让他继续能够做得更好 是吧 同时要尽量要避免给孩子 制定功利性的 自私的 狭隘的 竞争性的目标 孩子你的成绩就要考到99分 你必须把那个同学给打下去 你期末考试 必须来全埋第五名 或者说第一名 完了你打篮球 你必须打平板球 你必须赢得对面那个人 这些都是叫做功利性的目标 给孩子的功利性目标越多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 他未来能够成长的机会就越少 所以一定要这个 让孩子就说 避免制定功利性的 自私的 狭隘的 竞争性的目标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多才就是更加有情怀的 更加有理想的 更加能够出示社会进步的 这样的目标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如果我们父母能够 多让孩子多讲 多读一些优秀人物的故事 优秀人物的传记 是吧 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的成长 也是能起到比较大的 出镜作用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 就是因为受到学校课的影响 所以就很喜欢旅游 也很喜欢走出农村 因为学校课就是我们的美人 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们讲了 差不多八个 差不多最重要的习惯的养成 那么最习惯的养成 我觉得对我们来很重要 今天讲的很粗浅 因为实在是内容太多了 我未来其实可以再重新来讲的时候 把这个内容就是 一点一点的 就是说给它分解开来 讲的更细 用更多的例子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做父母都是不容易的 就是孩子的成长 至少需要我们18年 持续不断的正确的努力 18年持续不断的努力 做我们每一个父母 都能跟孩子在一起 不光是孩子成长 我们父母自己也不断的成长 好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我的这个讲课呢 到此为止 这个整整这个一个半小时 感谢各位父母的非常耐心的细心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